說回奧運,風波之一有人說這兩位單車選手 昨天也說過,帶著毛章上頒獎禮 遭受到國際委會的質疑 非常嚴厲地說要中國方面交報告 早兩天就看這些網民的分享 他覺得頗奇怪,都頗香港式小學雞 為什麼香港式小學雞? 毛澤東的章不是宣傳政治的波 早就知道毛澤東已經變得神 在國內的巴士和汽車都掛過無章和無障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迷信 因為覺得毛澤東是一個子無不勝 和一個有這個不知是魔法還是力量 誰知說這個可以當是一個叫做 護身符也好,吉祥合佛也好 應該說我是政治宣傳 這些事情真的很香港式爭 三個為什麼黑還是白?濕水不濕水? 又說毛主席是我們的政治象徵又如何呢? 毛主席是最大的成就 兩星一彈和建設現代的軍事力量 勇敢把握航戰抗美援朝 這真是令新中國壯大起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偉人 我戴著這個章,我宣傳什麼呢? 我又不是在這裏走這個什麼? 這叫做輸出革命 這些爭論是多餘的 你一言我一語,怎樣爭論呢? 這些辯論就往這叫做港式辯論 你想想,如果再砌出來的話 可能有二百個正反的論調去講 但事件的話,你要看另一邊反轉去看 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人投訴你大無章? 因為西方真的開始東升西降 東方的價值,東方的效率抬合 西方就下降 所以毛澤東西方人說 勾起他們說你們的意識形態 你們是想我們這些西方的年輕人 去回上世紀六十年代六百年 當時的國際社會動亂的時候 崇拜到毛澤東 所以他們很害怕 西方為什麼會下降? 從一個故事告訴你 我也是最近才在網上說到一個答案 為什麼叫做俄羅斯奧運團呢? 俄羅斯是一個國家 原來俄羅斯一早被美國打殘 為什麼被美國打殘呢? 原來他們兩個大國 我不知道兩個是否叫做興奮劑生化 生化體育戰的大國 他們各國也有很多 不是很光彩的關於興奮劑的例案 被人揭露出來的 美國原來興奮劑很巧妙 他不知如何通過一些事情 即是跟藥檢當局講的 很多興奮劑原來對於一些運動團 有豁免的 即是上福 你吃被人檢查出來 你有興奮劑的成份 你一定會被人失敗 我呢? 沒事的 吃出來、染出來沒事的 我拿個免死金牌 喂,這個金牌是哪裡拿的呢? 因為我是病的 我有很多不同的多重症 酵喘 酵喘 對 我吃 大條道理 你拿奧運金牌 我拿免死金牌 拿免死金牌 我沒有奧運金牌 有人懷疑非比斯 長期 酵喘我八、九、十、二十、二十年 全身都是金牌 奇怪的 再講回基菲湖災難 1988年 拿了一百米女子短跑 破紀錄 不過她很年輕就已經心臟病死 當時看回新聞說 據聞好像吃藥多了 原來拿了九面金牌的劉逆詩 潘敬明講 一百、二百、二百 也是吃藥的 長期吃藥 她自己也承認 但是 吃藥 你記住 我吃藥就行 你上火吃藥就不行 因為我有哮喘 原來這些病例 聽說話是很頻密的 俄羅斯聽說話 那些黑客很厲害 或者隔離很厲害 穿了出來 所以很多美國名長都不能夠不承認 因為幾百多 揭了出來 說話說話 俄羅斯玩這些 當時美國發起一件事 又拿出來 要更多興奮劑的東西 於是會叫國際機構 或者奧委會一起 禁止俄羅斯出賽 所以俄羅斯是以個人名義參賽 不能夠以國家參賽 俄羅斯被人參與 俄羅斯奧委會 俄羅斯奧委會 俄羅斯被個人參與 不是國家參與 你國家已經被人參與了 為什麼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你揭我美國這件事 原來美國是講體育生化戰 跟你當時 昨天講的體育園 我們靠這個航天技術 是兩件事 都是國力表現 我覺得如果生化戰 可以比較 那大家就鬥適 也無所謂 你肯認就可以 這就是 這次是個好笑 很搞笑的一個 推論 美國為何這次拿牌 拿到這麼少呢 第一件事 就是日本行之有效 他的方法禁止你帶些藥品來 赤得很嚴 所以你帶不到藥品來 你知道 吃不到藥 吃不到藥 就好像拍牌 沒有管大力賽 當然是被布魯圖打到 打到林 其實很難相信 日本有什麼本事 可以制止美國帶藥進來 你好打 我又不相信 另外一個推論 我覺得又好像說得都很令我 有一點點的同意 就說新冠 運動員打了疫苗之後 可能再去吃那些大力賽 不知什麼藥 有病的那些 可能會真的撞一撞 就算你 不是影響健康也好 可能會影響你的狀態 於是很多運動員 在他們的研究之下 都是不吃 不吃不太差 全部都是推測的 不過真的 美國和俄羅斯 兩個大國 以往來說 生化體育戰 真的很精彩 研究一些藥物去推動你 其實如果你說放開想法 即是說大麻丹去合法化 什麼興奮劑 那些運動員都合法化 反正你說 我說用航天科技 你是用生化科技 去推動一些人出來 其實是想表現你國家的綜合實力 如果你美國可以吃藥 吃到這麼強 表示你的生化藥物先進 為什麼做出這麼繁文獨節 你差不多喝口茶 你都怕可能被人檢查成份有問題 其實這些就是西方控制標準 如果美國的霸權和效用 跟一個道理應用在科技上一樣 我可以你不可以 還可以說 喂 一起禁這個興奮劑 我是烤喘的 我不知道他怎樣證明他自己是烤喘 烤喘都可以做到世界觀 拿十幾個牌 美國絕對是一個角力表現 為什麼不贏呢 是不是因為覺得原來俄羅斯 或者前蘇聯都這麼厲害 所以我們又做出一個叫做 叫做不公平的一個競賽 等到你俄羅斯 和現在的或者前蘇聯 中地類 這個就是一個小圈子遊戲 這些西方力量 如果被人揭穿了 那怎麼會不是 東升西降 因為我們實打實作 記者更好意思問張宇菲 你不是經常吃很多的興奮劑 都敢問的 張宇菲很霸氣告訴你 我們經常吃藥檢 我們藥檢是最高的 不像美國 不過美國也說 藥檢就是藥檢 我們很多人敲喘 有什麼多重病 那些人又推測 就是拜爾斯 突然間中途崩潰 可能都是因為有藥物問題 什麼都是猜上的 但其實很多遮草布 生化科技都是科技 好 說回東升西降 說回李顯龍 在日前你也聽到 劉平雄說 他們發表的言論 不過德國之星也很介意 中國的國力上升 所以在報導李顯龍的談話 特別看到李顯龍說 你覺得這個東升西降 其實這是不切實際 其實李顯龍也說 西方的價值 美國的強大都依然存在 我不懂評論 不過拿回他父親 這個叫做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所說 當時他在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都說 中國 他現在做的事就是 爭取 百年不育 這個代價 他要回來 即是說 他要取代這個百年不育 將這件事燒出 又回復回 復興中華文化的強大 李光耀說到 從來中國 不會當自己是西方的一員 亦都不會覺得 你招呼他 西方俱樂部的VIP 會領導這個資本 因為根本我們中國才是強 根本我們民族 因為是復興家 不需要靠你 他講到說 因為有些股會力量 其實中國的 加上中國有十四億人 其實那個 風力很大 所以提醒了西方 其實西方的中國的崛起上升 是不會改變的 我經常提到 十幾年前 十一二年前 奧巴馬的時代 他們那個印銀子 印度都瘋了 國債十幾億 現在是三十億 三十幾萬億 不是十幾億 十幾億 你便想了 十四萬億 到現在變成三十萬億 如果美國衰落 就是因為這兩件事 都是這兩件事 軍事的力量 你長期 會和中國保持很大距離 中國有排隊不上你軍力 文化軟實力 都是 但我提到一件事 美國很自豪的創新 李軒龍也講到 為何你說東升西漸這件事不實際 因為美國還有很強 但你看看 中國人只有一個 是中國公民 就是獲得科學獎 是中國公民 其他中國人獲得 諾貝爾獎 都是美籍人 就是說 美國的人才 可以吸引到全世界 集合全世界人才 在美國 所以這股力量是無法廢棄的 你就是中國 你吸引到別人 中國發展 學中文學死人 李軒龍也講過 中文很難學 但告訴你 現在美國越來越離譜 第一,禁止中國的學生去交流 第二,你若是聰明的學生,就說他是間諜 即是抓了他坐牢 以後就只剩下印度人 他們的矽谷 我們留下幾百萬 或者未來有千萬 的潛質人才在中國發展 你以為我們創生會比你差? 什麼不叫東升西降? 李剛耀也看得很清楚 當然了,李暄龍 我最後也要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你看,瘦賭 這張是近照 他在訪問中的影像 完全脫傷 其實他很優秀 優秀什麼呢? 新加坡是位處於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 現在面臨中美兩邊選 即是選邊站 幾痛苦 加上疫情也很差 看他的樣子也很滄桑 但他真的有苦衷 他兩邊都說 喂,大哥 你又不要當自己是東升西降 美國又說你不要當自己是蘇聯 不如大家拉下手 就是和希麗 大家有人拿一邊 四四四六拆掉他 讓他自己知道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中美是否終須一戰 其實我心裡經常都說 很大可能 美國如果過到這一關 過到這個疫情 他現在已經做好所有的部署 即是說他拉攏了很多地方 加在一起 今次這個南海事件 南海周邊整個領營地區的部署和軍演 是一次實習演習 中國不要出錯 否則的話 這一戰 必然會發生 但這一戰可以避免 但避免我覺得 絕對不同 李軒和所謂 大家拉下手 四四六六 中國要避免和美國一戰的話 就在2030這兩個重要時刻 2025就是中國製造 你要第一時間 跑上高端 當中國再不是世界工廠 而是高端工廠的話 美國就麻煩了 2030就是可以早些能夠達到 他那個 也是一個 社會經濟 達到一個叫做 強大的這個地步 也是很接近 習近平的目標 只要中國能夠強大到 他的核心技術可以自己掌握 他的經濟可以自己 可以內循環 甚至大陸可以成功 的話 美國絕對落後 就好像奢棄金牌 落後中國一大決的時候 他再開戰 想想打中國 已經是撞退的時候 他就會放棄 所以未來五年 這十年 或者七八年 是很敏感 隨時有機會 只要你中國 為什麼中國 如果不限制這些 資本背後操作的一些 不公平現象 例如這個液犯事件 明顯就是資本操作在後面 互聯網公司 當資本 惡性資本 放任資本 能夠拿到話語權 如果影響到政府 或者高於政府的話 中國就危險了 隨時會被人再打 不是落後被人打 而是墮落被人打 所以為什麼 現在嚴禁資本擴張 嚴禁這個壟斷之業 現在正在做大事 也希望多些有息之事 解釋一下 過往三十年 香港說了太多美式自由民主 這些事情 撈垃圾總 刪除了它 多些人說這些 有理想 我覺得網上很多這些資料 大家可以討論 多些開眼界 不要在港式自由 或者美式自由 對於大家的發展 或者大家的眼光 總的來說 未來這幾年是很關鍵的